超级演说家2018半决赛上半场 鸣嘴导师开题演讲 关于爱和恨这两件事 好像自从有了人类那天开始 就是一直在纠葛着大家的一个问题 我的人生我选择错误 我认得对 我就去享受 四位演说者血腥对决 生命的温度 取决于你对人生的态度 我想做一个理性的选择 我要离婚了 能够欣赏中年女性的魅力的男性 才叫优雅 你去你的诗和远方吧 可能我只能生活在现实的苟且里 韩非 柯一敏 凭借精彩演说脱颖而出 顺利晋级总决赛 本周半决赛下半场精彩继续 更多选手登台比拼 强强对决 凡杀不死我的 必将使我强大 传统教育极大的 扼杀了因材失教 出发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会遭遇什么 我们的装备也各有不同 因为冒险的意义 永远在路上 你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其实只要一抬头 就能看到目标就在你眼前 欲望应该是一个 使人上进的动力 每一个人都有一股能够支撑自己的力量 究竟谁能获得胜与三个总决赛系维 让我们拭目 我今天想要投给一个对他来说 这五票会有重要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